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总统拜登又说硬话了呀 拜登他称啊,越南非常希望啊,提升美国与越南之间的关系啊 拜登还称他自己即将很快就要访问越南了 这个新闻你看似五五六渣渣啊 好硬硬的美国人呢,又把手伸到了中国的周边 又要操控越南,又要啊,让越南与中国危敌啊 他不得了了,但是这种新闻你只要稍微的往里啊 看,看深入一步啊,你就会发现 现在的美国真可怜的,尤其是这是美国的总统老拜登啊 真的是好可怜的,走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路啊 走到现在只好靠这种自己造出来的舆论来造舆论的 尤其是哪怕美国人访问越南,他又如何呀 美国人现在无力转向啊,无力把这个局势逆转呢 中美博弈的大局势底下,美国人一点招都没有 哪怕是一个越南,美国能够让越南转向吗 对不对,这就是美国人现在最可怜的地方 为什么美国人可怜,为什么拜登可怜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咱们先来看一看啊,这个新闻的本身啊 然后拜登都是如何讲的啊 首先啊,这个路透社的报道 国际的大媒体路透社,你看报道现在这种鸟新闻啊 这个当地的时间8月8号啊,美国总统拜登啊 在新墨西哥州的一场政治筹款活动中透露 他将啊,很快访问越南,并称越南希望提升与美国的关系啊 成为美国主要的合作伙伴啊 当被问及拜登的访阅行程时啊 这个一个白宫的发言人表示啊 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可以提供啊 而且这个新闻还提到啊 在7月28号的时候 拜登在免殷州出席2024年连任竞选活动时 曾表示啊 我接到了这个越南领导人的电话 美国走到现在 就靠着一个越南的领导人给他打一个电话 就变成特别光荣的了 我真的是没法 真的,我继续跟大家读新闻啊 这个越南领导人他表示啊 非常希望在这个G20期间啊 这个与我会面 希望将美国提升为啊 这个俄罗斯及中国一样的重要的合作伙伴 9月9日至10日啊 G20峰会将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啊 咱们先讲这一段了 下面的新闻我待会再跟大家来聊啊 还有一些细项啊 这一段话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之前我跟大家聊过啊 就是G20大家记不记得上回G20G20开会啊 G20开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做一个评价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那个时候G20的各国的领导人 排着队的要跟中国领导人见面了 对不对 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我去年的相关的视频 排着队的来 建完这个建那个一天建好几个 结果走到今天美国的总统老拜登 然后啊出席竞选活动 对不对 出席竞选活动为了拉票啊 为了个选举啊 然后告诉他美国的选民称啊 越南的领导人给我打电话了 你炫耀毛啊 一个越南 现在美国人啊 这真的是啊 美国人走到现在连个越南都不放过啊 越南给我美国啊 我美国这个脸增光了 我美国他再次伟大了 美国的再次伟大 就是越南的领导人给他打一个电话 对不对 而且还称啊 这个啊 非常啊 希望能够给我 跟我老拜登在G20期间啊 也就是啊 9月份的时候 在印度的啊 这个G20期间啊 要跟我老拜登见面了 我这个面子又杠杠的 对不对 我面子又回了来 对不对 我美国人啊 又焕发了荣光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 这就是美国的现在的总统啊 这就是现在的美国的总统啊 大家想一想 越南的这个啊 各个领导主席啊 对不对 总书记啊 都来中国访问呢 对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中国外交方面啊 最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巴西啊 西亚的一些国家呀 拉美的一些国家 南太的岛国呀 欧洲的马克龙啊 来中国访问 上来就是法中有一万岁呀 听的全都是高山流水 他秘之音呢 美国走到今天 连个越南啊 都得炫耀一下 越南的领导人打个电话 都得炫耀 这就是美国呀 然后这个报道还成啊 继续跟大家讲 虽然官员们没有解释更紧密的关系啊 可能意味着什么 但专家分析认为啊 这可能包括增加军事合作和美国的武器供应 今天四月啊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出访越南时啊 透露安全问题是美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已敲定啊 向越南移交第三艘巡逻艇的事宜啊 以增强越南海岸警卫队的能力啊 讲到这就行了 总而言之啊 看起来美国要跟越南一起开展紧密的合作啊 咱们不说啊 这个拜登吹牛 咱不说啊 就当这个新闻是真的 因为白宫 白宫那边啊 发言人不说否认 不说否认 起码也是间接的证明了 没有安排 没有拜登要访问越南的一个安排 对不对 但是总而言之 咱们就把这个新闻当真的 别把它当成一个选举新闻来看 也别把它当成一个啊 拜登为了脸面吹牛啊 吹出来的一个新闻 不 这就是真的 拜登要访问越南了 要跟越南开展这个紧密的合作了 但是又如何呢 你能伤害到中国什么 对不对 比如说你给越南一个巡逻艇 你美国自己的神盾舰 在中国的055052D面前 那就是个弟弟啊 看一看 想一想吧 对不对 人家加拿大的海军 给你拍下来的那个视频 对不对 你在台湾海峡 这走着走着 中国的0552D啊 苏州舰啊 然后他撞向你的 这个中云舰啊 美国的神盾 神盾级的 阿里伯克级的 中云舰 对不对 撞上去 没撞 没撞 没撞到 但是的话 加拿大的那段视频 让全世界看到了什么 中国的军舰 舰身干净 舰体 利落 中国的雷达 对不对 没有亮衣杆 你美国的中云舰呢 这还算是美国的阿里伯克级里边比较年轻的 比较嫩的军舰 那个亮衣杆的那个破雷达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个船身上的那个铁袖 那个甲板上的那个铁袖 我的这就是中美两国实力的对比啊 我不想说啊 这个什么中国啊 吃元朝 美国不说这话 但是你从那两艘军舰的状态上对比一下 这就是中美两国 你现在给越南一个巡逻艇 越南就能够跟中国干了吗 对不对 越南就跟中国拼了 开仗啊 这个越南就上了 是吗 你美国自己上得了吗 你美国自己怎么跑到太平洋之上啊 搞军演 要跟解放军在太平洋上面大绝渣了呢 大家知道我看到这个新闻有个什么样的感觉吗 比如说啊 这个新闻刚才提到了啊 布林肯访问了越南 大家还前一段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 还有一个美国的啊 重要的领导人访问了越南 谁呀 你哈大姐呀 对不对 那个特别喜欢哈哈哈哈的 哈里斯哈大姐 人家访问越南 美国的副总统啊 访问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怎么你的布林肯 你的哈大姐 美国的副总统往越南去跑 对不对 然后跑出来的啊 就是你这个越南的领导人给你拜登打了个电话 你美国跟越南没有提升什么样的关系 这就是现在的美国呀 而且你哈大姐现在去哪了 怎么那么久都没有你哈大姐的消息啊 我都感觉担心 是不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啊 总而言之吧 这是这个新闻 刚才跟大家讲 就是你单看这种新闻 你被这种新闻带到十万八千里啊 美国五五又渣渣 美国把手伸到了越南 不得了了 美国跟越南展开军事合作了 但是你只要稍微的看一看别的新闻 你就会知道美国人现在的那个状态 以及这种新闻只可笑的一个地方 最新的一个消息 对不对 这两天啊 特别热闹的一个消息 就是中国与菲律宾呢 对不对 中国的啊 那个海警船 太欺负人了 那么大的船 欺负越南 菲律宾 那么小的这个海警船 拿着水滋 那个船 真滋上去 滋翻船了怎么办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就是现在国际局势 关于中国周边 关于南海最大的新闻 美国呢 美国呢 你美国跟越南提升关系 有什么用 对不对 菲律宾跟你美国的关系 那可禁了 对不对 原来你跟你美国 那那现在到现在为止 还有什么美菲的安保条约 日本那有日美安保条约 美国跟菲律宾有美菲的安保条约 差不多呀 都是美国保障菲律宾的安全 菲律宾的船 被中国的海警船在那 你美国人去哪呢 你美国人去哪了呢 对不对 然后保护菲律宾呢 安保条约呢 对不对 你跟菲律宾的关系那么近 全世界都看在眼里面 你美国不来呀 对不对 你美国在哪呢 在太平洋上搞军演呢 在太平洋 在太平洋的岛国 准备在那儿 跟解放军决战 南海战你管得了吗 你来得了吗 对不对 这就是硬实力的差距了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美国的主力的导弹的驱逐舰 阿利波克级神盾舰 与055 052D的一个区别 对不对 你又来不了 你那点什么40年 服役40年的战斧式的破导弹 那是老导弹 你跟中国的英机系列比一比 你怎么打 你怎么干 这就是美国现在跟中国的一个对比 为什么美国人来不了 原因在这 全世界都看 都看着你美国呢 对不对 然后美国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怎么办法 转向 转移你的注意力 如何转 现在海外的媒体称 这个是中国 这个海警船欺负菲律宾的那个小船 那什么呢 向菲律宾施压 试探 试探菲律宾 将会有什么样动作 我试探个毛的菲律宾 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军队有几个人 菲律宾的海军有几艘破船 菲律宾的海军全绑在一起 中国一艘052D 对不对 全部给你灭了 为什么看一看052D上面有多少个吹发系统 你来呀 现在就是这种实力的差距 中国不动作业 动了就让你整个海军全灭掉 你美国来不了 我是中国试探菲律宾 这就是海外媒体最近啊 转移你的注意力玩的一个手段 问题是菲律宾跟你美国有安保条约呀 你美国怎么不来呢 总而言之 咱们再回看越南这个新闻 不觉得可笑吗 跟美国关系最近的 在东南亚的国家菲律宾 对不对 然后走到今天 被中国啊 顶着来拿拿那个 拿大的海警船 欺负你的那小破船 对不对 欺负完了之后呢 中国还告诉菲律宾了 你把你那个破船给我拖走 你把你的破船拖走 对不对 你答应我了 对不对 你菲律宾答应我了 你你把这船拖走 大家知道外交方面说这个话 说这个重话有什么意义吗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外交方面 为什么每一句话 每一个词 每一个字都非常的重要 大家都要小心 你要付代价的 因为你说出这个话 你得你得保证你能做到啊 你如果做不到 你就是个笑话 小国啊 小国中小型的国家 他胡说八道一点 还可以 因为他是中小型国家 他不用那么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你必须要保证你说到做到 不然的话 别人都来招你 对不对 你说啊 我要干谁 你必须得干了谁 你要干不了谁 别人就会笑话你 就跟美国人一样嘛 说灭谁就灭谁嘛 说啊 要谁三更死 谁绝对活不过五更天啊 伊拉克呀 说要干伊拉克 就干伊拉克呀 到最后干下来了 全世界没人敢说话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强美国硬啊 对不对 这就是大国 说到要做到 大家记住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句话 均无戏言 均如果有了戏言 天下皆烦 对不对 风火戏诸侯 你不管他 你不管说他是历史 还是啊 还是野史 对不对 不管是正史 还是野史 但是总而言之 这一个成语 他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你当皇帝的 你不能乱来呀 你要乱来 真的是 你面临的一个结果 就是天下皆法 因为你说的话 没有作用了 你要讲 要讲谁 你说话可以不做 不做数 你说要罚谁 你说话不做数 你罚谁 你罚不了 或者说你不做的话 那那我干嘛 我干嘛听你的呀 你的讲法不分明 我干嘛听你的呀 风火戏诸侯 你对于自己的安全问题 你都不在意了 那我们天下皆法 均无戏言 中国的外交方面说啊 对着菲律宾说如此之重的话 你答应过我 你要拖走的 对不对 你赶紧给我拖 把那个破船给我拖走 对不对 这话中国要承担背后的那个代价 这个代价是什么 这个代价是什么 菲律宾如果不拖怎么办 这就是代价 菲律宾如果不拖怎么办 那中国就得自己拖 这就是中国说出这个话 背后的那个意义 那如果中国强行 不管是啊军队啊 还是海警强行的把菲律宾 那个破船给拖了 你美国人在哪 美国人呢 就在美国人你来啊 因为那个那个破船上面 还有菲律宾几个军人呢 那是啊 菲律宾的军事 军事力量 对不对 那个船也是啊 隶属于 这个菲律宾的海军 那算是啊 菲律宾海军的船 如果中国这边 动了菲律宾海军的船 这叫不要开战 如果开战的话 你美国人在哪 现在中国都已经说了 如此重的话 菲律宾如何对待 两个结果 其实是三个 三个有一个实在是做不到 这个做不到的结果 就是美国爸爸赶紧帮我 中国都说如此之重的话了 你的军舰赶紧来 保住我吧 对不对 然后呢 美国来得了吗 来不了 所以说啊 菲律宾这个 这一条路选不了 还有两个 一个呢 就等着啊 看着 中国这边把他那艘 那艘破船给他拖了 对不对 这是一种结果 还有另外一种结果 是什么呢 菲律宾拿出利益来换 跟中国来换 对不对 好好的换啊 换什么呢 换啊 你别拖我的船 给我留点面子 也就是拿利益换面子 菲律宾倒大煤 这两种结果 对菲律宾都没有任何一点好处 对不对 那你美国在哪呢 菲律宾是什么 东南亚啊 国家里面跟你美国最亲近的 跟你美国还有美非安保条约的国家 走到现在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中国压着菲律宾的头 你答应我 你拖 对不对 你要不拖走啊 你自己承担那个后果 让菲律宾有反应 我跟各位讲啊 菲律宾有一个最新的反应 这个菲律宾的马尼拉时报称啊 这个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 南中共啊 这个南海事务发言人啊 这个塔里爱拉啊 这个反驳中国的说法 强调啊 这个菲律宾政府没有承诺过啊 要拖走那个那个军舰啊 没有拖走过啊 没有承诺过拖走那个坐摊的那个军舰 大家觉得菲律宾这个回话硬吗 我相信很多的同学认为啊 你菲律宾你跟我顶着来啊 你你是你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我让你拖走 你说你没承诺过啊 你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你给我顶着来弄你菲律宾 很多同学肯定第一反应是这样 但是大家知道吗 菲律宾这个反应 怂啊 你是菲律宾人 你愿意听到这个话呀 你是菲律宾人 面对啊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指责赶紧脱走 你答应过我的 你要脱走 你没脱走 对你现在给我赶紧脱走 这个时候你应该最硬的表态是什么呢 那是我的领土 那是我的军舰 你如果敢碰我 给你开战 对不对 那是我的军舰呢 做他的那个是个军舰呢 对不对 虽然说是个什么坦克登陆艇 对不对 但是呢 也是啊 菲律宾海军的军舰呢 嗯 对不对 那你不应该表态吗 开战呢 你这个 你中国的外交部都已经啊 说什么 我答应你要脱走 是逼着我脱走 我不脱走 那是我这是菲律宾的领土 结果菲律宾回答是如此的软弱 为什么软 顶得了吗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一艘052D 然后呢 所有的吹发的单元 骑射一轮 菲律宾的海军完全灭掉 跟各位讲都浪费 为什么呢 不值那个钱 菲律宾海军一大堆的小船破船 那那这个 这个这个中国的052D啊 那条吹发的导弹 英机系列 那那那都值钱呢 对不对 都值了大钱 总而言之 菲律宾那点破船 我都觉得一艘破船 顶不了啊 解放军的一艘的一个导弹 但是的话 这就是实力的差距啊 菲律宾现在被弄成 弄成这个样子 你美国人在哪 美国人面对啊 菲律宾啊 这个中国的海景船 菲律宾的那个破船 这个老拜登啊 向美国人民 美国选民强调 越南领导人给我打电话了啊 要提升美业关系 对不对 真的假的呀 大家自己 我相信各位都都都心里跟明镜一样 对不对 越南的傻是吗 越南缺了心眼 还是上辈子缺了大德 对不对 然后呢 旁边的菲律宾被中国证收拾了呢 越南去找美国 那菲律宾跟美国都有什么美菲的 什么安全条约 美国都不来 越南现在找美国 美国就能来 你美国人连菲律宾都帮不了 越南就指望你美国人能够 能够保障越南的安全了 就指望啊 这个布林肯去了一趟越南 给什么越南一个艇 对不对 就能干得够解放军了 对别说干解放军 你干一干这个这个这个 中国的海景 试试 中国的海景最新的船 全都是054盖的 对不对 护卫舰啊 这不开玩笑 真的是开玩笑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现在的美国的一个状态 大家不觉得拜登特别的可怜吗 嗯 你能给越南什么 对不对 哪怕给越南安全 你给的了吗 嗯 给那个破艇 越南就安全了 跟中国顶着来 越南就安全了 跟中国顶着来 灭国 不说灭国 不说灭国 就说越南海军啊 全部消灭 你看越南海军现在有几艘破船 对不对 那你美国 那你美国现在能给越南什么 不用给什么 其实说句大白话 就不用给什么安全 也不用给什么小艇军舰 你给越南发展 越南也跟着你走 对不对 你让越南的经济能有所提升 越南也跟着你走 你美国给的了吗 哪一块你能给 对不对 就跟大家举个例子 两个例子啊 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啊 最近啊 这个越南跟中国的这个火车 它都又通了 听说日本人在越南怎么修这个啊 这个新岸线没修通 中国的铁路先通了呢 你美国给给越南能够提升一点基础建设的能力 或者日本能够给这个越南提升提升一点这个基础建设的能力 让越南拥有啊 高速的铁路 拥有个这个高速的公路 然后的话啊 先想想要富啊 先修路 对不对 每一个中国人都懂 你你没路的话 你的货运不运不过去 人也进不来 你哪赚钱去啊 对不对 不管这个路是高速的 还是铁铁路 对不对 总而言之 你有了这些 你这个国家才有发展的一个空间 你美国 你帮一下越南 越南也想要发展 你给它的基础建设提升一下啊 什么美国的基础建设还没做好呢 美国的铁路啊 都是过山车状态 对不对 没办法 谁让你自己无能啊 谁让你美国自己无能啊 那你没有啊 没有基础建设能力 你工业能力也不行 那谁跟你走啊 对不对 咱不说军事 不笑话美国的海军啊 不笑话美国的神盾舰 就说经济的能力 基础建设的能力 你美国在哪呢 你给越南什么 对不对啊 这就是最核心的问题 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越南缺电了呀 前一段时间 对不对 刚从这个 刚从中国这边接电线过去 对不对 中国给越南一点电 为什么越南会缺电啊 越南也要发展呢 越南也有很多的工厂啊 工厂多了 他自然而然缺电啊 老百姓手里钱多了 他也得买点空调 越南也挺热 对不对 空调这玩意挺费电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越南的电厂不足了 怎么办 要不然建电厂 要不然 对不对 去这个 从中国买电 就这两种结果啊 建电厂没能力 只好从中国这接电来啊 越南靠谁啊 越南想要发展靠谁 哪怕越南人 真的是恨死中国人了 对不对 咱们就说越南人恨中国人吗 对 天天都恨啊 我这 我真的讨厌 对不对 讨厌中国啊 不喜欢中国 中国呸 是恨中国 但是脑子恨 嘴上也骂着 身体他诚实啊 为什么呢 想要发展 哪个国家不想要发展 没发展 死路一条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老百姓没钱赚 老百姓就得反 那怎么办呢 跟中国合作嘛 修个铁路嘛 然后从中国这借电嘛 中国的投资也得欢迎啊 这就是越南的状况 你美国往越南投资 不说多 百分之五十的投资 都是你美国去的 给越南的经济啊 搞活 也行啊 越南跟你美国保持关系 可是走到现在 你美国没这个能力啊 你美国 对不对 美国的美元的霸权 还得靠着中国 给美国人背个书 希望中国人买点美国的美债 美元才能稳住啊 对不对 美国现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美债的危机吗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啊 对不对 然后呢 美元 然后面临着被抛弃的一个状况 赖谁 你加息 一边超发货币 一边加息 超发货币 从其他的国家挂资源 然后加息呢 再把美元从其他的国家吸到美国去 对不对 从其他国家身上吸血 导致最后的结果就是 人家手里没落美元 人家手里边的资源 也被你美国人拿走 你美国只用了一招 超发货币 对不对 拿纸印不就得了吗 人家那些国家都是傻 拿着资源换你的纸 那个纸都留不到 留不到自己手里边 你美国还得加息弄回去 跟着你美国走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问题 总而言之吧 你这种新闻看起来无忧由喳喳 但是你深入看下去 这就是美国 真无奈了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 美国 谁跟着美国人有肉吃 谁跟着美国能够有发展 以前美国就是这样啊 以前美国就是强啊 对不对 日本韩国跟着美国近一点 经济起来 德国荷兰跟美国近一点 经济起来 对不对 然后只要谁沾美国 谁经济起来啊 对不对 大家都会跟着美国 可是走到现在 为什么美国人 美国的总统老拜登 只能 只能告诉美国的选民 越南的领导人给我打电话了 可不可怜 这就是美国 美国有什么能力啊 这个逆转 中美博弈的这个局势呢 就靠着那张嘴啊 看一看菲律宾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呀 美国未来会如何发展呢 咱们等着看 好吧 今天这期啊 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观看